1的108 那這一題的話主要大概就這樣 反正就 它要我們做出也是輸入三個數字 底下的話就打勾 看你是要三個數字相加 相減相成還是相除 大概會有這樣的畫面 那這個表單算單純許多了 那當然你可以輸入132 比如說132 然後相加就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相減 相減 這個減這個減這個 最後是負式 OK 然後要把這個結果給算出來 那裡面的話 最後要做出的結果 必須有這 就是你第一個當然最上面的 最大跟最小 這個一定固定有 那這三個值 哪一個是最大的 這三個哪一個最小 那這樣怎麼辦 有什麼方法 這方法很多 想想看 那再來的話 如果它有打勾其中一個 你就要去做底下的 比如說相加有打勾 那就是把相加相減 相成相除 OK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要自... 不過它這邊有提到用自訂函數 這個可能它考試一定要 不過如果實際上做的話 可以剛才有更好的方法 那它在自訂函數裡面 要自訂一個可以找出最大的數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建一個方法 然後把三個數字傳遞過去 它會告訴你哪一個值最大 哪一個值最小 再來的話其他還有像什麼 這個會需要做到... 大概... 所以最後結果的第一個表單 第二個是勾選 第三個要兩個自訂函數 在PHP裡面要自訂函數 然後並且當有錯誤的時候 有一些警告訊息的時候 比如說呢 未輸入資料的時候 文字方塊 有三個沒有輸入 其中一個沒輸入 你就要跳錯誤 還有判斷呢 四個核選方塊 至少要有一個 如果沒有做這件事 就沒這個分數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大概的完成結果 我們先來看一下 基本上直接預覽給各位看 然後...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輸入 比如二...